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领略 是就是一种对心里头直接的一种冲击 带来一种力量 那它是隔空影响 不需要实体接触 所以它可以是远距离的一种攻击 远距离的一种影响 因此在战场上头 在精神上头 非常强调这个是 所以最有名的这句话呢 就是底下这边所讲的 散战者 秋天的一人 那上一次呢 我们也谈到说 事的 要造事的话呢 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事要显 节要短 上次花了一些时间谈奇汉症 希望各位同学了解什么是奇汉症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里头的一个特使 你在其他文化里头 你很少看到什么叫做奇症 还有我们下一篇要谈的虚实 奇症很虚实 奇症呢 是讲任何事情啊 它的形式都有正面还有反面 那奇症的一种交叉的使用 像明修战道 暗渡成仓 表面上头 我来修一个战道 要从关中那边出去 那这个是当年那个刘邦啊 要出关中的时候 那向羽给他的 不是 那个 韩信给他的一个策略 那暗中呢 走另外一条道路 明的那一面呢 来吸引人家的目光 暗的那一面呢 来出其不意 所以明暗互用 不知道我们同学会不会使用这样的一种思想 远近互用 长打 经常挥大棒打长打的棒球选手 突然间呢 棒子一缩短来个触及 造成他手背呢 一时来不及 所以就可以跑上雷 长短互用 软硬尖失 像一般都是速球 练一点滑球 这个威力会大增 像那个陈伟英 陈伟英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年度的那个 虽然昨天前天才刚开虎啊 才得到首胜 对不对 你们有注意吗 但他最近这一年来呢 他练了一些滑球 变速球 所以让他呢 他过去都强调直球 速球 速球是很威猛 刚猛的 现在多一点柔的滑的这种武器啊 可以软硬尖失 恩呢 主是对人家好 对部署好 所以恩信呢 为主 可是呢 你要搭配什么 要搭配 也要有个威 这个威的话 要让对方有所畏惧 人啊 大家都说 对部署啊 要以赏为主 但是以前有一句话就是 赏为表 事实上罚为 什么叫赏为表呢 赏大家都想要 可是赏虽然可以激励员工 但是真正可以驱动人心的 叫人们去做一些事的 事实上呢 不能只有赏 不知道各位当过经理人 当过这个管理者 也没有这种体会 不能只有赏 你还必须要有一个利器 就是罚 罚的目的要造成呢 大家会对于 一件事情的一个静动跟畏惧 人啊不能没有畏惧的 一个人要是没有畏惧的话呢 他什么事都敢做 所以如果有所畏惧的话 罚款 超速 是不是 闯红灯 像这些这种罚的话 使人们的 会很 纠正过来 所以台湾现在的交通秩序比较好一些 任何事情的纠正 罚为理 一个军队啊 只有赏 你们跟我一块来 我带你们去好吃的 我带你们去吹冷气 睡觉呢 可以睡冷气房 吃饭呢 打野外也都有 中央厨房的车子去运过来 这都是赏的一面 好的一面 可是这样能够练兵 散战 果敢的军队吗 你要知道要练兵的话 一定要罚的那一面 那 可是呢 我们 这个如果只是强调赏的话呢 这个军队啊 就没有办法练出 那个真正的 那个铁真正的 那个勇敢 所以还是要罚 那进跟退呢 进了勇猛前进 突然间你刹车了 大家会觉得措手不起 不知道应该什么阴影 所以要两方面同时应用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形成啊 一个全面的作用 上次讲到旗正互相掩护 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能让敌人以我 知道 正为旗 以我的旗为正 我举右手 大家以为右手是我的正 事实上呢 反而这是 很少出的一招 因为我席上都出脚 很少出手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以为你出右手呢 是一个正 是正常的情况下 所出的招数 没想到这是一个奇招 那有时候呢 你出个正 对方就以为是你的旗 所以把你的旗正呢 颠倒了 搞混 这样会形成在内心里头的恐惧 然后出手不及 所以以正为旗 以旗为正 互相呢 cover 互相掩护 可以形成什么目的 迷惑敌人 所以这个故事很多 同学可以再看一下 上次也提到 旗正要能够互相转换 要能够互相转换 没有一定的方法 那 这样才能够真正达成 这个 旗敌的作用 你像他比如说 我从后门走出 大家会以为说我是 想要 想要干嘛 从后门走出 以为他是要退 以为他是要走后面 和事实上我绕过去 前进 这是什么 以旗为正 那我从前门出 可是呢 绕到后面来 却退出去 这是以正为旗 这样知道的意思吗 那这个旗正互用呢 这个是 在我们无话里头 才有这样的概念 那一般呢 其实我想大家都有懂这个概念 那最重要是要两个东西 互相cover 互相转换 那互相转换呢 重要性非常强调 你看胡令义 以前满清末年 曾国藩呢 旁边的一个大将啊 很有名的 他说旗正呢 必须要迅速转化 才能够形成啊 啊 圣敌 这句话请各位要记得啊 你的旗正不能被人家抓得死死 这是你的旗 抓得死死 这是你的正 你在做业务 在做工作的时候呢 如果能够去领略一下的话 人家对于你呢 就觉得你是变幻莫测 啊 很难掌握 就不容易欺负到你啊 所以要旗正两个交互的使用 你先identify看一下你的旗是什么 旗就是创新 稀奇古怪 很少发生 很少做的事 是不是 这是你的旗 什么是你的正 你很正常人家 expect 预期你应该会做的事 你那些事 是正 如果你的正都是一般 都是你的正的话 那你就被人家吃电了 你现在做的就是正 是吧 那你的旗呢 人家认为说你的旗就是你很少做的事 就是你的旗 所以你的旗和正如果分的清清楚楚的话 人家一般来讲不会觉得你这个很难 很难应付 但是你如果旗跟正 两个互相转换很快 两个互相cover 旗变得正正变得旗 旗扮演正的角色 正扮演旗的角色 这样两个东西的互换的话 就很容易会让人家觉得变幻莫测 无法了 很清楚的了解 这就可以形成一些优势 所以重点是这句话 必须要互相迅速转换 甚至说如果你不是旗变成正 正变成旗的话 那你根本没法打胜仗 你的旗就是旗 你的正就是正的话 这没有任何的众生可言 所以像我上一次也问各位同学这句话 你说 福茂是道路对台湾的正还是旗 我告诉你 台湾现在还是分两派 有一派认为是正 有一派认为背后有旗兵 你知道吧 人家出一招就把台湾两个分裂了 就两边就没法形成共识 我们往台湾就无法形成共识 那你怎么去对付一个对手 是不是 如果你把他当对手的话 所以到底是旗还是正 现在还讲不清楚 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 为什么人家的旗会让你以为他的正 为什么人家的正会让你以为是旗 那他在做什么解释 你也不愿意相信他 现在变得是 变得这样的一个很迷惑的事 那这样的对方占尽优势 占尽优势 所以你赢敌 从来也没有人敢出来讲说这是旗 那你讲旗的话 人家问的话你也讲不清楚 所以这两方面怎么去 一个互换的话 这就变得是一个很大的利器了 重点是要相互转换 这个上次提告 旗正要转换 不出旗不出以至胜 凡战者以正和以其胜 旗就是创新 稀奇古怪 很少有 罕见的事情 那谁 在一般的对峙 一般战争 一般竞争当中 都是先试一下水温 试水温的过程 一定是用正 所以先用正 然后呢 旗鼓相当 到时候才寻悉导悉呢 找出一个旗出来 不怕牌里出牌 这个是一般的正轨 反战者以正和以其胜 那孙斌更进一步说呢 你如果跟人家相同的话 你是不足以胜过人家的 你要记得这句话 各位同学也要记得这句话 你如果别人有 你也有的话 你是不足以胜过别人的 同不足以相胜 你要记得这句话 所以你想要有竞争力的话 你参考看这句话 你一定要有一些东西 跟人家不一样 那你的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呢 是吧 所以同不足以相胜 故以义为奇 以跟人家的差异化 跟人家的不一样的卖点 亮点 当做了你的奇 所以人家如果动 你可以用静来当做奇 人家如果静 你可以用动来当奇 所以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如果劳 你很安逸 人家如果安逸 你很辛劳 人家如果保你为基 那基为保 以智为乱奇 众为寡奇 总之啊 唱反调 跟人家不一样 叫创新 现在这个世界非常强调创新 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标新利益 跟人家不一样 跟人家不一样的话 才是奇 才有一个优势 可是这个优势很快就会过去 你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会过去 发而为正 所以你有奇 没有错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的奇很快 就会过了 过了赏位奇 你说你有创新 对不对 你创新呢 看维持多久 如果人家开始模仿你的时候 你这个奇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 创新一般来讲 都有一个散位奇 所以你要如何持续维持你的优势 就是要不断的 不断的去发奇 奇发而不报 如果对方 想不到什么办法 来破解你的话 你就赢了 谁才能够不断的赢呢 不断的能够出奇的人 有鱼奇啊 就是不断的很多的奇出现 这样就可以 赢到武村 过胜则也 这句话是 最中台语的解释 最传神的 所以要记得 你们要竞争力 你要想 在这场竞赛当中 在这场的比赛当中 在这场面试当中 我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 跟人家不一样的点 特别是 在竞赛的时候 你经常这样去想这句话 你就会想说 我应该想说 我是哪一块跟人家不一样 那把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把它标显出来 最好这块是非常亮的 最好这块是人家要的 那你就赢 同不足以相胜 所以反战者 以正和以其胜 这是孙子 把它归纳出来的结果 这倒也不是孙子发明的 一种新的说法 而是他把所有我们无话里头的 过去的一些有关竞争 有关打仗的一些重点 他把它归纳起来 叫做以正和以其胜 大凡所有的竞赛 大凡所有的战争 都是以正和以其胜 这已经形成一种规律了 变成一种理论来的了 那你听听看 反战者以正和以其胜 可是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就会拼命出棋了 因为棋才能胜的话 你如果一直出棋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正 正是什么 应该有的东西你要有 对不对 正常的条件之下 你应该有的配备 你应该有的条件 你没有 你不强 所以你的正很弱 你只会出棋 那这变成什么 标新力 我们传统我们的成语说的某某人是标新力 这个很喜欢出棋招 很喜欢出棋招 请问这句话是一个赞赏还是一种 略带一种贬损的一种 一种否刺 这个人很喜欢出棋招 如果被人家这样讲的话 你不要太高兴 就是说这个人 他的政策方面呢 倒是可能有一点欠学 可是呢 很喜欢用棋招来引人入圣 所以这样的人呢 就叫做偏锋 我觉得上次有提过 偏 偏某一边的 就是偏棋那一边 正常的应该是两只脚 是吧 两只脚呢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 互相支撑着 才能往前进 你一直都是用一只脚跳跳跳 人家说 这个人很会出棋招 可是这个棋招啊 经常用的话 它就变成你的正招 那你的棋招在哪里呢 你就没有棋招了 所以这个棋和正啊 两个东西呢 要了解它的概念 没有一定的说法 什么叫做棋 什么叫正 知道吗 那棋之所以有威力 是因为建立在 它的正的基础之上 所以一个人要有正 上次也讲到正是什么 正就是能够走远路 打长久战争 有实力 所以它的训练非常的精明 然后这个士兵的 这个纪律很好 那大家的非常团结 那个老板对部署很有恩信 这个都是正 治理国家 治理公司 带领一个团队一定要用正 对内部要用正 这样大家才会觉得 大家愿意向心 一块合作 对谁出其招呢 对你视为对手的人出其招 对手出其招 你才能胜过对方 那胜过对方的话 是要为我们内部有好处 所以呢 对外面你可以出其招 对内部的话 你要用正 所以有所谓叫 以正治国以其用兵 什么叫以其用兵 就是出其招来打败对手 以其用兵 以正治国是 你要正正常常的 应该几点钟睡觉 就几点钟睡觉 应该做什么事 就做什么事 要以你有正常的实力 的范围之内 你很有实力 正很强 正很强的话呢 为什么出其招 这个其招就会变得很有力量 正强为什么出其招 就会有力量 正很弱出其招 为什么就没有力量 正很弱 比如说这个人没什么实力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经费 没有什么经费 那没有什么东西 他只能够出一次棋 出个棋的话 就很容易被人家识破 因为 这个正本来就不强了 对不对 那只能出棋 一出个棋招 一下被人家识破 但是如果他正很强 他经费有人很多 对不对 按理讲他应该走大道 他为什么突然间走小道 想不通 而且里头很多的互相遮掩的地方 想不出来 正很强为什么要出其招 你就费很多的猜疑 所以正生棋 比如说棋要能够出的好的话 能够养一朵棋一花朵 要能够生的好的话 比较土壤非常的肥沃 水分阳光充足 生长出来的棋花一草 才能够非常的漂亮 所以正要很强 才能生出棋造出来 才有很多点子出来 很多棋艺的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正要强 才能生出棋出来 棋要记得棋很容易 就像一朵昙花一样 一出以后 很快这个棋就会卸掉 所以棋一般来讲 都是比较轻薄短小 有时间性很短的东西 一创新出来 因为很容易 人家习惯以后 就变成正了 所以出其招要不断的出 但是为什么他不断的出 因为他正很强 他才能不断的出其 而且正很强的话 出得起还比较有威力 用正兵吸引对手出来 用骑兵来击败对手 这上次也讲过 平庸的将领 几乎都不懂什么叫做节制 上次也跟各位讲了 说节制是为了集中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看点 就是有节制的军队 才真正有出其的能力 训练精良的部署 训练精良的团队 才拥有实力 能够出其招 那训练要精良的话 一定要节制 节制就是纪律 节制就是训练 节制就是集中 那你有这样内在的能够缩的这种 内缩起来的这种内在的力量的话 你看好形式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 就可以出其招 这个是要记得 暴法处事则事 被法去世则乱 管理众人之事啊 要强调强调气势 因为气势是隔空的影响 所以它可以影响 影响整个国家 所以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去跟他握手 选举的时候 有很多的票其实是靠名气 靠名声 你拿了好比说拿了八十万票 拿了一百万票 你有握到一百万只手吗 你跟每一百万 你跟一百万的人 去跟他拜托吗 不是啊 你能够握个一二十万票 就已经了不起了 你跟人家握一只手 握一次 握两次 握一百次你的手 开始就已经发软了 你能握到一万次 还不要讲二十万次 事实上很多人是什么 慕他的名气 慕他的事 所以这个都是气势 所以管理众人的事 一定要讲调一个气势 因为气势可以隔空影响 就是品牌 大家都知道品牌的威力 所以搞政治 做行销 一定要强调气势 在行销在市场上 要讲的是品牌 品牌就是气势 那对于国家 对于治理而言的话 就是一种威势 除了威势之外 还要能够爆发 所以你要合法 你要有那种法 可以去运用 然后又有气势 国家就知道 大家都能够听你的 愿意跟你合作 那么没有了气势的话呢 事情有理就讲不清了 就很难办了 我们台湾最近这几年就是 执政者啊 没了气势 那明明有理的事 讲不清 大家也不敢出来讲 因为整个市都在在野那边 你说他没有做好事吗 一百三十几个国家 给台湾免签证 这是因为什么成就 这种成就 你可以完全否认吗 可是现在 市没了 什么都错了 什么都不对了 现在就是这种情形 没有的气势 什么事情都由你讲清 知道这个哦 所以你今天如果在外头 你去打品牌 去打什么竞争 反有竞争的这种场合一头 一定要记得 有一句话叫 输人不输政 输人不输政 就是讲 这个政就是讲气势 你这个气势 输了人家以后 你要去讲的话 就不容易讲清楚 不要讲这个气势 这以前你提过 那么 这句话比较深一点 大家体会看看 行 用行来应付对方的行 这是正 用无行来制服对方的行 这才是其 什么是无行 什么是无行 看不见 空 没有 人家骂你 一般人讲都把骂回去 这叫做行以应行 人家骂你 你用骂来回应过去 这是正常 人家骂你 你不骂 不回骂 人家骂你 你不回骂 这是其哦 对方骂你的人 他突然间傻眼 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骂下去 还要继续骂 继续骂的话 旁人看来就会 就会 说话了 那有时候你如果不回应 他还不知道应该 怎么继续骂你 是应该骂更重一点 还是骂轻一点 你知道吗 所以用没有来对付油 往往会胜过油 你们体会看看好了 那么无行与制行 这是其也 事实上其正的变化是无穷的 它之所以会无穷呢 因为有一个字叫分也 这个分应该怎么解释呢 这个顺便的兵法 因为到三十年前才从大陆的某一个镇里头 地底下把它挖出来 所以现在呢 它的破茧残茧呢 这个残缺呢 都没法看得很清楚 没人看一个分字 这个分字应该做什么解释呢 你听听看 分定则有形 这里头还有很多的东西 这都不见了 只看到说其正无穷分也 分定则有形 行定则有名 所以有形的话就有名了 就一定有它的名称 就有它的定义 就有它的功用 但是呢 要有形的话 必须要先有它的分 这个分是分开的分 还是名分的分呢 是应该怎么解释呢 这个分应该干什么呢 那其正之所以无穷 是因为有它的内分 那个分应该做什么解释呢 什么叫做其 什么叫做正 这中间的东西是一个分子 由于这个分的关系呢 所以常常变成分清楚 什么叫做其 什么叫做正 这样才无穷无尽 为什么无穷无尽 为什么其能够分为正 正能分为其 是因为中间有个东西 可以很清楚地界定 什么叫正 什么叫其 所以你才知道什么叫做 他比如说左手跟右手 对吧 右手是正嘛 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 其实突然间有一个人用左手的 也会觉得有点奇怪 桌子都要设另外一边 电脑的滑鼠放左边 对吧 你们公司里头有没有 一排电脑桌 电脑全部滑鼠都放右边的 突然间有一个滑鼠在桌上 奇怪 初期是不是 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有其他正的分呢 就是有一个东西不一样 这个分就是这样的意思 能够分隔出来 让大家可以看清楚 这个中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如果能够掌握那个分纪的话呢 就可以无穷无际的交互变换 那那个分纪在哪里呢 左手变右手 右手变左手 那个分纪 那个谁能掌握住 就能够不断的去出其 其和正可以不断的这样分别交互散出的话 你这个是就可以层出不穷 这是孙斌的一个体会 孙斌是非常强调是 孙斌跪是 孙斌跪是 那个跪是那个 不是跪下来的跪 富贵那个跪 孙斌 讲兵法的 他非常强调什么 是 是就是 是篇这个是 那为什么它跪是呢 孙斌跪是 一支军队如果是 非常的清楚 是非常高张的话 对手啊会文风上胆 不用打的话呢 他的势力呢 就顺你三分 然后你今天好 你碰到谁 你今天 你今天篮球队打篮球 你如果碰到 去年的这个冠军队的话 你立刻就想哇 找到心里头 马上就散过一支 一支微微的紧张 是不是 马上那个战力 马上就受到一点影响 除非你的势 也能够压过他 或者你内在的势力 能够胜过对方的影响 所以势很重要的 所以孙斌跪势 强调势的经营 那孙子呢 是孙武呢 是他的曾祖父 那孙武呢 在的孙子兵法里头 就特别有一篇 就叫士篇 就是表示说呢 他家传渊源呢 就非常强调 那个士的经营 那怎么去经营士呢 这就要看各位同学了 是吧 要经营出一个人的士出来 这个孙兵兵法 在奇政篇里头 他有一段话 他说啊 这段话其实也很好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他说凡有形之图 有形的东西 有形的东西 莫不可明 没有不可以 把他的功能 把他的定义 把他给界定清楚的 而有名义 有定义 有功能的东西 则莫不可以 打败他 只要有功能的东西 就可以有办法 针对这个功能 针对这个用处 想出方法 击败他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天底下没有 没有不败 天底下没有不可打败的对手 因为天底下的军队 只要你能够看出来 他的名 他的定义 他的功能 他是要发挥什么作用的 你就一定可以想出方法 来胜过他 那所以这段文字的话 各位同学可以体会看看 不知道可不可以建立起 某一种莫名的信心 你看到哪一个人很厉害 对不对 你们公司里头 有一个人 什么东西都很厉害 所有的光芒都被他抢走了 你要记得孙秘讲这句话 有形之徒 莫不可明 有名之徒 莫不可胜 那你如果要赢过他的话 你就可以有法子 运用你的想象力 运用你的观察力 运用你收集情报的能力 运用你的判断力 就可以想出方法 胜过对方 这是建立起我们内在的一种信心 有些人看到对手太强了 都已经拷手称称了 想象力 碰到他自动就封起来 这个不大 放球上头不是 投手碰到哪一个打击手上来 自动送四块球来 这个千万不可以让他毁谤 反而让他能够免费上来好了 可是真的那么强吗 那个时候你身为投手 你马上想到这句话 反而有形之徒 莫不可明 有名之徒 莫不可胜 你只要针对他的优点 你就可以想出他的缺点 所以你要知道 没有人是没有缺点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有 这个东西的存在的话 就一定有他的弱处 就一定有他的虚处 虚处就是那短处 他比较弱的地方 你怎么去想 那个弱处出来 这些字也没有告诉你怎么做 就告诉你提供你一种 Filosophy跟信心 告诉你说 凡是有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样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长处 我就一定可以找到 这个一定有他的短处 反而有所长 必有所短 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 对不对 所以他的长处在哪里 其实他的短处 也跟他如影随形 你说是还不是 身材很高 很高大 是他的长处对不对 那短处在哪里 短处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坐经济场 生产很高大 他的弱处 就是因为生产很高大 所产生出来了 天底下的事都是这样 所以一件事情 他固能够创造出好处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同时带来了很多的坏处 你说是不是 这个人很有钱 有钱是他的长处对不对 短处是什么 有钱 到此剩下钱是不是 有钱的人 什么都是他的吗 都没有缺点了吗 那就缺点在哪里 有钱就不要讲出 哪一个特定的人来讲 哪一个人很有钱 请问有钱的人的缺点在哪里 恐怕很多 恐怕很多吧 我们就不需要主意去讲 免得我们说我们有酸胃 对了有钱人在发炮 不是这个意思 再过各位将来 说不定20年以后 都会变得有钱的人 可是你要知道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是有形的话 莫不可胜 就在讲这个概念 你要善于去思考这种问题 就会带给你一种 无名的一种信心出来 你懂吗 贫穷的人一定都有弱处吗 贫穷人有没有好处 有没有优处 有没有长处 贫穷有没有长处 有什么长处 他可以随于额安 他可以随于额安 随于额安是个长处吗 逃难的时候变成是个长处了 对不对 是不是一个长处 跟人家打架的时候 也是个长处 他可以在泥巴里头滚 然后走尿盾 走土盾 就盾走了 你懂吗 所以 一无所有的话 什么事情 他都可以视如平常 所以做事情反而非常方便 所以你要去用什么样的人的话 你要看情况要定 这种情况要用什么样的人 所以天底下不是说 他有钱 他很富贵 就什么都就是他的 这世界不是这样的吧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所以 这些话就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因此圣人以万物之圣 圣万物 故其圣不屈 所以有智慧的人 用万物所具备的胜处 来胜过其他的万物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他的特点 我们能够找出他的特点 就可以制服所有的东西 因为有特点 必然有他的弱点 这是很有用的东西 不知道各位同学能不能领略一二 世界上不是那么简单 你不要以为 贵 高 高 帅 高 高负帅 高负帅 又高 又负帅 这人生胜利组啊 对不对 他永远都 多胜利吗 没有 看你碰到什么情况 有些洞啊 矮一点的 因为矮一点的 他人走过去 对不对 高负帅 他高就过不去了 有些关卡 他都跨不过去 富有的人的习性 就不适于做某一些事 帅 很帅的人的话 他会有一种习性 所以有一些情形 就不适合 知道吗 对 这个都有他的弱点 这个在讲说 虽然声音有五种 工商桥之语 色有也五种颜色 黄 红 青 白 黑 这些颜色虽然只有五种 味道也只有五种 可是味道有什么 有辣 有甜 有咸 有什么苦的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酸的 所有这些东西 综合运用的话 就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这种颜色 还有它的味道出来 所以所有的事情 战事 所有的局势 战事 也不过就只有两种而已 歧视 或正视而已 但是歧政之交互 掩护 交互 产生一种转变 产生出来的效果 那是无穷无尽 虽然只有两个 它的变化 无不可生穷也 所以歧政相生 如循环之无端 殊能穷之在 重点在于 要能够互相转换 先前讲过的 不可以只守着歧 不可以只守着正 要能够 歧很快的转为正 正很快转为歧 还要能够用歧来冲作正 用正来冲作歧 这运用指标 就各位去领略一下 经常抱正的观点去观察 你可以看到 很乐趣的事情出来 就是这样的概念 但是要注意 歧一般来讲是比较短暂的 它像烟花一样 一打出来 哇 放烟柴 很漂亮啊 可是一下就灭掉了 初歧基本上都是这样 因此上一次才有讲到说 所以积水之急 至于飘食者视野 治鸟之急 至于悔辙者结野 事故善战者 视显结短 视如扩弩 劫如发期 为什么石头可以碰到 很强大的水柱呢 它可以让它飘起来 是因为它顺了那个势 就给飘起来 那为什么天空上飞的那些老鹰一样 那种治鸟 可以毁择地面上的农作物 可以毁择地面上的人的东西 或是地面上的地物 为什么 因为它掌握了某一种节奏 因此善战者 视显结短 OK 视要弦 结要短 上次也跟各位讲过 释放出来的能量很高 很齐 很大 就像在高山 你看到那个 去过华山没有 大陆的华山 哇那个 你只要看那个影片 其实你上网去Google华山 好多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就惊 就非常的 非常的惊讶 那个华山怎么爬上去啊 一看完以后脚就软 更何况在上面要论见 还华山派 是不是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 对吧 以现代的脸光 那是那么样的显耀 可是是的运用 执行上头 确实有它的节奏 那节奏要短 快 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今年三月 有博鳌论堂 习近平啊 在博鳌论堂的演讲啊 我把它截录出来 这里头有几段 各位来看看 就可以体会到 中国现在经济的发展的局势啊 就是市很显要 可是你看它只会造势 它没有实际的执行吗 它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啊 你看亚投行 是不是 你看最近在访苏联 访那个不是叫苏联 俄罗斯 要跟他签约 签几十亿的 几百亿 到那个巴基斯坦 去布局 这次又就访 访那个白俄罗斯 白俄 还有访那个哈萨克 通通都是截短 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的一带一路的 这样的一个很显要的一个局势 大家来看一下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正从高速成长转向中高速成长 从规模速度型 初放成为成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型 本来是强调速度 强调规模 现在变成要强调内在 要强调质量 从要素投资驱动 转向为创新驱动 本来是经济成长的要素 我可以去开发 这什么稀土 那是要素 是不是 去开发土地 把土地释放出来 那个是要素 成长要素 劳力 劳力密集 可是如果把这些成长要素 把它累积起来 把它整体整理出来 变成某一种创新的力量 这个就是他下一阶段要做的 就是所谓的结构 它的转型 经济的结构转型 就是从要素的投资驱动的 转向为创新驱动 就是发展出某一种business model 如何把它成长要素 整合起来 转换成为某一种的整合性的力量 而这整合性的力量 能够吸引很多的外资 创新 2014年 中国经济实现了7.4%的成长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耗能 它叫什么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能耗 能耗就是能量的耗用 下降了4.8% 表示它节省了 知道吧 国内的消费贡献度上升 服务业发展加快 发展的品质和效率不断的提高 你看到没 所以它强调要开始改造它的结构 就在讲这种概念 就不能只是增强那些 看得见的那些数据 或是成长要素 它变成要发展出某一种模型 某一种内在的质量 然后我们看中国经济 不能只看成长率 现在全世界现在慢慢也反省了 就是说你只看GDP的成长率 代表你的经济发展的好 这是错误的 这是不够的 至少是不够的 你还发展它的内在 你看它的内在 它的GDP三八 三趴是什么样的三趴 它的内在是 是牺牲了很多的环境保护 土壤空气都受到污染的一种三趴呢 那种三趴不值得回顾 所以不能只看成长率 中国经济体不断的增大 现在成长了 7趴左右的经济成长 已经相当可观了 7趴维持在7趴 聚集的动人 是过去两位数的成长都达不到了 注意这句话 聚集的动人 也就是它内在所产生出来的一种适能 是过去12趴 十几趴 早期在80年代那个时候 十几趴的经济成长都达不到了 这是代表它所累积的一种适 是胜过过去的 中国经济体量大 任性好 潜力足 回旋空间大 政策空虚多 这是他讲的一句很有名的话 你经常可以看得到 中国将主动适应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坚实以提高经济发展品质 还向于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头 你体会到你读到这些文字以后你什么领域没有 你看到他做些什么 他来练什么 他来练他内在的内力 让他同样的一家公司 同样的一个城市 同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聚集 他可以变成更加有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 所以他从全世界的工厂变成全世界的市场 市场跟工厂不一样 对不对 这概念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还有成长 投资 反正你想要投资到中国来 你想要成长到中国去 你想要有市场 有消费 你想要赚钱到中国去 合作机遇 你想要合作可以到中国来 所以未来五年 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兆美元 未来五年将超过10兆 换句话说 我对外购买东西的购买力 可以到达10兆美元 你想想看 10兆美元多少 10兆美元等于 多少兆 10兆乘以30 300兆台币 天哪那是什么数字 台湾一年GDP多少兆 300兆是什么概念 这未来五年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中国 我可以向外购买的力道就这么强 所以你要跟我做朋友 你要投资赚钱到中国来 然后 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 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口 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概念 这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概念 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消息 大陆有一个那个直销团队叫天师集团 天师集团把他们公司一共 多少万的人 6400个人 6400个人 集体带到法国去 哇 法国的外交部长亲自迎接他们这一团 6000多个人 然后说 感谢中国要来挽救法国的经济发展 拯救法国的经济 6400个人 集体到法国去消费 整个城市啊 整个那个一流的那个旅馆 全部进空 全部都给他们6400个人去用 可以挽救法国的经济 不知道可以增加到多少 问他们你们的消费 有没有一个上限 他说我们消费无上限 6400个人 可以在那个城市 在法国 可以创造多少个营收出来 所以 这个 这是蛮吸引人的 在欧洲里头 好 现在我要讲的是这个概念 2013年习近平我 访问哈萨克和印尼的时候 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一带 这叫一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叫一路 合作倡议 然后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包容的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 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一带一路 不是要替代现有区域的合作机制和倡议 它不是要取代人家 而是要和现有的合作机制和倡议 也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 推动所有沿线国家实现发展策略 相互对接 优势互补 它这个访俄罗斯 就是希望跟俄罗斯的 存知已久的亚欧联盟 它有一个计划 叫亚洲和欧洲的一个联盟 要跟它对接 要跟俄罗斯那个计划对接 白俄罗斯 希望它作为一个枢纽 然后整洁的从亚洲布局 能够连接到对欧洲的一个战略 所以它是要跟人家合作的 很开放的 至少它的说法如此了 那么目前已经有60多个 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 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表达的积极态度 表达的积极态度指什么 是吧 至少态度很表达积极 然后到四月的时候 三月的时候 非常积极的申请要加入亚投行 现在已经有五十几个 全世界已经有五十八个国家 要成为亚投行 积极进入进来 所以亚投行是在一带一路 一路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但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都是开放的 你看沿线国家 亚洲国家都非常张开翅膀 欢迎所有国家共襄盛取 然后你看它下面这句话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包 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际举措 将给所有国家地区带来实际的利益 而且这已经开始在制定 亚投行已经开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大概今年年底就可以确定 就可以开始营运 现在七月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制定它所有的规章 它有一个正行长 有十个副行长 然后很多国家都抢了副行长 这你可以了解它的形势 那思路基金也已经顺利启动 一批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它非常强调互联互通 互相联络 还开始要建实际的公路铁路 互相通 稳步前进 这些早期的收获都已经展现了 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 那你来看看 这基本上呢 它喊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这个市啊 怎么看 你来看这张图 这是现在整个中国道路的情形 然后从重庆这边走新疆 然后沿线到中亚 然后到东欧 然后一路下去 甚至可以到北欧 然后可以到荷兰 这是一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 然后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是从福建这边出来 然后沿着东南亚这边 到印尼 然后这边是印度 所以这边是东南亚 透过东南亚这边 到印度 然后还可以到斯里兰卡 然后可以分一条路都可以直接到 非洲肯尼亚 甚至从这边可以上去 连接到欧洲 所以一带 一路 一个是路 一个是海 这样可以席卷过去 把整个欧洲和非洲 可以跟整个亚洲 可以连接在一起 这一整块的陆地 历史上来都称它叫欧 叫什么 叫世界岛 那现在就要连接亚洲和欧洲 形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亚欧一体的一个布局 所以这个市是非常非常想要的 非常高 然后为了执行这个市 它开始做一件事 从新疆这边的柯石 柯石 柯石呢 这是属于中国的 新疆的 然后直接通过 通过这边的 通过这边阿富汗 阿富汗在旁边这边 直接通过直奔哪边 这个是这个地方 巴基斯坦 盖一条高速铁路 还有电信 还有所有的这些管线 石油 天然气 开发出一条这样的经济带出来 这叫中巴 经济走廊 从这样过来 那为什么要选巴基斯坦 你从这边可以明显看到 它直接就跳过东南亚 东南亚这边南海 这边非常复杂 这边将来可能会发生战争 直接 直接 跳过这边 跳过印度 直接可以到这边来 可以省了这条道路 你知道很多的这个石油 在没有这些陆路的 没有这些天然管道的时候 都是透过油轮 走这么长的道路 经过台湾海峡 然后到日本 现在如果它这边整个跳过去 它直接从这边过来的话 这条路路 就可以直接把中国的 的这个影响力来 直接透过高速铁路啊 直接穿到了 阿博的雅丁湾这边来 直接就可以进 进逼到 到这个亚洲去 而是 从新疆这边出发 所以这个节省的机会可以 非常不得了 这是它实际的作为 这是它的节短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右边这个图啊 也让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巴基斯坦 它这个策略 策略的事显是一带一路 可是这条道 这条跟巴基斯坦的 空中的一个经济走廊 就是它的实行的 直接的步骤 那你看红色的这条啊 如果这边走过去 这是一带 然后蓝色的是一路 那中间就是这个绿色的 中巴经济走廊 这边来连接 一带跟一路 所以在实际的执行上头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野心 或是整个的一个造势 一个策略的一个事 是多么的险要 可是它的执行上头 先有亚投行 是吧 亚投行就有资金 就可以帮助整个 整个这样的一个 经济开发 所需要的一些资金 而这个亚投行 是全世界 很多国家 一起来认领的这个基金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策略的事 的险要 而它执行的节很短 就开始在操作 所以我们所谓的 视险节短 事实上呢 就是什么 就是像薛明志所讲的 我觉得讲得很好 他说郭台铭啊 会步遥远的局 可是他不会做遥远的事 的意思是说 他的局 他的策略 他的局势 是很遥远很高大的 可是他的作为 他的执行 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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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短短的 意思说他执行的步骤 是非常有力量的 这郭台铭就是一个 会步遥远的局 不会做遥远的事 所以 视险 短 短 OK 那视险短短呢 在我们的解释呢 可以这样看 他说是在战略上头 藐视敌人 战略上藐视敌人 这是在策略上 视险 短呢 就是你在实际 作为上头怎么样 有执行力 能够的重视对手 所以你看看 像很视险 很陡峭的 的一些山啊 像黄山 华山 武台山 峨眉山 这些山 虽然我都没去过 但是你看看 看看这些 Google上面影片 可以知道 黄山 华山 武台山 峨眉山 这个每一座山 都非常显耀 非常崎岖 很难 很难爬上去的 为何他能够读人 得人心 可以得人心 视险 为什么能够得人心 得人心呢 关键是在阶梯 一定要平易近人 所以在执行上头 让人家觉得 这个是可行的 可以做得到 视险 你要记得 创造策略 是要显耀 执行步骤 要短 有力 所以一个是执行力 一个是策略 那在孙子这边所讲的 视险阶段 就是讲这个概念 那么台湾现在想要强调 加入TPP 或者是RCEP 都是要希望能够顺这个事 可是呢 做法 实际做法呢 是怎么样呢 应该要强调沟通 要强调对内 要能够沟通 跟产业沟通 然后呢 让大家会认为说呢 产业赚了钱 会愿意缴税 会愿意呢 回来照顾 大家的薪水能够提升 然后缩短 贫富差距 这个都是截短的概念 所以 不能够只是造势 而且要拟定出具体的实际步骤 这个叫做截短 事前截短 所以呢 紧接下来 他就强调说 纷纷云云 斗乱而不可乱也 浑浑吞吞 行员而不可败也 这两句话 突然间跑出来的话呢 我摸索了很久 到前一阵我才得到一个概念 事实上呢 为什么纷纷云云 斗乱而不可乱呢 为什么浑浑吞吞 局势已经非常不明朗 为什么行员还能够不败呢 关键就是得势 这是孙子没有讲的 得势就能够采取主动 就能够不乱 还能够动敌 那你得不得势 那什么叫得势 你如果得了一个刑事 就是你现在很在势 好比说 柯文哲现在就很得势 柯文哲是不是很得势 全台湾的媒体都抱他一个人 什么台中市长 陶渊市长是谁 大家好像有点忘掉了 台中市长是谁 还要想一下 好像是 哦 林家龙 啊 陶渊市长是谁 哦 又算没什么 你看 你们都想很久 跟我一样想很久啊 都忘掉了 看到没 台南市市长是谁 很耐心的 他还算得势 高雄市长就不用说了 哇 极致啊 极致啊 对不对 哈哈 这都是德势的所有的一些产品啊 那柯文哲是 其中是翘楚 他很德势 那一德势的话呢 你就知道啊 分分云云 你看现在是分分云云啊 是不是分分云云 台北市他一口气可以独挑 五大那个 BOT的案子 然后直指就说人家都是 都是什么 合法不合理 一开始来说人家不合法 后来现在看也没什么不合法的 说一句 合法 不合理 很德势啊 所以即使分分云云啊 斗乱 乱七八糟在那边斗 可是呢 不会乱 浑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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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败也 孙子只是没讲说因为他得势而已 因为他得势 得势的话呢 就是即使外面纷纷云云 浑浑浑浑浑浑都一样 不会乱也不会败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对手的乱 对手会看到你的势很强 对手的乱是因为你很得势 你有志 对手会胆怯是因为你很勇敢 为什么你很勇敢 因为你有事 对手突然间变很弱 好像突然间整个声音都是变成你的 对手都没有任何的声音 很弱是因为呢 跟你对照的下你很强 所以显示他变得很弱 那所谓的志乱事实上比的是素 比的是你有没有一个机理 一个机制 而这个机制可以号召整个力量 现在是有的 柯文哲背后那个婉军 还有很多的媒体都非常支持他 所以他老行宰宰了 他有这个素 很勇敢 勇敢跟胆怯是在比什么 比弟有没有这个式 他现在这个形式非常勇 他很强 还是很弱 在看他的形 所以你注意到 志乱 勇却 强弱 这是三种对照 而这三种对照 其实出来都是来自于那个式 因此呢 能够掌握式的人 他就很善于调动敌人 要敌人向东走 敌人却不敢向西 要敌人后退 敌人就不敢前进 所以 散动敌者啊 行之敌必从之啊 敌人一定随着他的步行的移动 随着他的步伐的调动 随着他的招数 而采取复应的角色 因为整个事在他那边 那敌人 我给你 你不敢不取 是不是 然后以利动之啊 以敌 以足代之 我之所以能够调动他 是因为我靠力量 不是力量 靠这个利益 我给他利益 他就会跟着动 甚至呢 我也可以用足代之 也就是说我撕给他一些利害 让他知道呢 你也不能够不回应我 所以以利动之 以足代之 这些东西呢 都在形容他得势 所能够采取的一些作为 那为什么 这个人这么厉害 为什么散动敌者 行之敌必从之 余之敌必取之 以利动之 以足代之 这根本的原因就因为他得势 所以 只要能够得势的话 就能够采取主动 就会不乱 还能够动敌 根本原因是他得势 因此啊 散战者啊 求来求去 懂策略的人 懂胜败道理的人 求来求去 不求别的 不求说我要什么人才 我要求的我一定要什么样的 这个很了不起的人才 因为人才呢 人人都要抢 所以这个人才如果你没有抢到 难道你就一定会输吗 也倒也不一定 我虽然没有第一流人才 可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最重要的是 我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这个形式比人强 我如果拥有一个很好的形式的话 我是可以动敌 我还可以操作主动 所以说 在这种形式之下 相比之下呢 人啊 就不如是那么要来的重要 所以散战者啊 他一定先求行事有利于我 即使眼前行事不有利于我 我要散与创造出一种有利于我的形式出来 知道吗 这求日于是 行事胜过千军万马 行事对我有利 我就可以呢 运用这个行事 把我的一丁点的力量就可以放大十倍百倍 行事不有利于我的话 我即使拥有黄金 这个黄金还被人家当做石头 丢弃 不顾 就因为行事不入 知道吗 所以这个行事啊 就是关键 所以求之于是不责于人 这是千古的名言 各位同学要记得 散战者求之于是不责于人 那什么是事呢 对各位同学来讲就是就业的事 对各位同学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个行事趋势 现在中国大陆掀起的一带一路这样的策略以后 眼见呢 如果他未来这五年当中 亚投行 中巴的经济走廊 跟俄罗斯 跟欧亚的一些国家哈萨克 那一路这样带过去 如果能够连接的顺利 高铁呢 现在他要得到 从俄国那边莫斯科 直接到克什 这个道路高铁如果开通的话 然后这克什这边又连接到了北京 就可以几年以后再从北京做高铁 中国大陆盖的高铁 就直接通道 做到莫斯科 如果再过个五年之内呢 如果一切都能顺利这样发展以后了 他整个形势啊 整个亚欧大陆 通通在他的掌控当中 到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全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再由美国欧洲确定 只有他 他才确定 一定游戏规则啊 就是做庄 当主 做庄家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 这是指日可待的 这大概是未来这五年当中 很快就可以发展 形式会变成这样子 在那情况上我们台湾要怎么办 台湾怎么去因应它 这些都会影响到在座各位 我们的未来的 未来的力量 那这个事我们怎么去充分去应付 怎么去找出 顺这个事走的道路出来 就是我们国内呢 好的策略家呢 应该开始去研究这个问题 在这各位同学里面开始研究 在这样的大的形式之下 你怎么找出你最好的人生的规划出来 你的生涯发展 怎么顺应这样的形式出来 那你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培养自己什么样的力量 将来能够在整个形式当中 做出你最有力的一个发展出来 这就是呢 要去求于事 而不要太过苛责于你手下的人 故能责人而认识 大的形式在这边 那你就能找出适当的人才出来 去顺应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事呢 事实上是一种什么 一种游戏规则 一种制度 谁能够创造制度 创造游戏规则 就会形成一种 配来末制能力的一种力量 那中国刚刚所介绍的这个东西 就是以亚投行 以一带一路 要能够改写全球的金融游戏 的一个规则 未来的一个形式啊 同学也要了解 这个不是我们躲在台湾就可以 就可以蒙的眼睛不看 然后就没事了 因为到时候一定影响到整个台湾了 影响台湾就影响各位 包括你我 所以形式呢 去创造出来 那么我们就顺应这个形式 顺应形式关键在于一个字 就是你有没有顺他的理 顺他的理 得是在得起理啊 认识在顺其理 你要顺应他的理 那个理怎么讲呢 他说啊 认识者啊 是什么样的 他知道 如果你要把木头跟石头 能够转的动的话 你要先了解木头的特性 还有石头的特性 木头跟石头的特性是什么呢 是说你如果 让它安的话 它就会滚下来 你如果让它很危险的话 它就会碰 知道吗 石头你如果没有把它放在 安稳的平面上的话 它就会滚动 它自然就会滚动 道理就是如此 你如果一个 木头做的一个轮子 你把它做成圆形的话 它自然就会 顺着这个形式 就会走动 哪边有比较低洼的地方 它就顺着那个地面 就一直往那边走下去 这是它的顺势 那了解这种物性 物理的特性的话 你就可以操控木头跟石头 那古时候当然没有电子啊 没有网路啊 没有这些手机的东西 但现在我们如果懂得 这些配备 这些特性的话 你就可以顺应它的特性 可以去操纵这些东西 那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 它只是讲说的 重点在于说 你一定要得它的道理 你要了解 这件事物背后的理是什么 所以你如果想要认识的话 懂它的理 那现在 中国大陆创造这样一带一路的事出来 那个背后的理是什么 背后的理是什么 所以它一下子就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把美国跟日本智商 把美国跟日本智商在旁边 这个道理是什么 一个创造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 还有这些国家 希望加入它的话 有很多国家都是苦主啊 在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国家 像中亚东欧的那些国家 西亚的那些国家 很多国家的基础设计 机场都没有 铁路没有 公路的都是残七八落的 没有什么港口 所以他们拥有就是开挖石油 然后卖出去 那你要卖的话 就要绕在人家的手里头 所以就是认取认求 所以那些国家 内部里头发生很多的动乱跟战争 所以现在就是 为什么它喊出一带一路 可以得到那么大的号召 对于不在这里头的国家来讲 它是商机 对于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你来开发我的铁路 开发我的海港 很好啊 我非常欢迎你啊 对不对 而最重要的是 你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你像以前的欧美国家 它是你要我把钱 投资在你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听我的 你要把你政体改成民主 你要开始实行民主选举 否则如果是独裁 我钱就不到你这边来 所以为了得到这个钱 我就开始内部 要调整我的政体 调整政体的过程中 一定会冲突一定会打仗 打仗的话 他就选边选说 哪一边比较符合民主自由的这种阵营 这我就是压保压在这边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 都是开发很多的附加的政治条件 所以使得很多的国家 表面上头跟他合作 和实际上内心里头 都有很多的怨气 就是欧美的搞政治呢 为什么不容易成功就是因为这样 那现在他搞一带一路 他的开发的过程中 至少没有看到什么政治的条件 这也是他号召 就是不会把政治跟金融 把它混为一谈 所以很多这些印尼 像印尼 阿富汗 哈萨克 很多这些 我们大家很少想象到 在台湾的我们 很少想象到的这些国家 会觉得 这个很不错啊 你来帮我盖铁路修铁路 我只要付钱给你就好 我只要付利息我就付吧 还有你将来如果投资 赚了钱 我应该给你的利的 我分给你啊 可是我国内的政策 你不会干涉我 而他乐意 所以现在变成说他得这个礼 这个礼呢 才是一个顺应人心的一个礼 那孙斌在这一段文字里头也讲 他说战士啊 是败者待之 老者息之 鸡者时之 故行水得其礼 为什么水能够行得动 为什么飘之泽州 因为得其礼 所以飘时能够泽州 用名得其身 故另行 则另行如流 因为生啊 理啊 这都是最大的力量 你要有一条道路给人家走 人家可以跟着你走 可以有钱赚 有饭可以吃 就是生 有生路给人家 哇大带一定跟你一块走 所以为什么一带一路 可以造成那么大的威势 连英国都要加入他 英国首先跳进去 为什么 因为英国经济 大家知道最近它的国会选举 对不对 非常的危险啊 那国内经济很差 现在看到有一块大饼 它率先跳出来 就不管你美国了 率先过来抢 加入中国的这个亚投行的 这个一个概念里头 就是因为生啊 还有呢 得基本的道理 所以你只要能够得其生 也得其理的话 你自然就可以创造出一种事 它的力量的使用是顺 这个我想这些道理啊 听起来不难 但是问题是你要去领略 因为人处在某一种特殊的环境里头的话 往往就会觉得到底怎么走才是顺呢 就很容易不清楚 什么才是应有的道路呢 其实你想你只要生 掌握这个道理 这个生上 生生不息啊 这个生呢 是最大的力量 因为每个人啊 求生的一种本能 是力量最大的 所有的人肚子饿的一定要吃饭 所有的人一定要有发展 所有的人应该要得志 所以你如果创造一种道路 能够让很多人都能得志 在那边可以找到生机的话 一定很多人都支持你 所以这个是得他那个理 顺他的事 这个道理呢 就是一个顺字 所以说最后呢 孙子呢给一个总结 他说啊 因此我们谈来谈去所谈的事啊 会打仗的人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呢 他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事出来的呢 他这个事啊 就如同啊 一颗大石头 能够从山上滚下来 这种事 他不知道怎么把石头 扛上山上面去的 这个先不管 他就是能够创造一种 向山上流下来 滚下来那块大石头 没有任何人可以挡那块石头 所以那个事是大呀 可以从山上滚下 你可以像 我们现在在寿船这边 柴山在我们后面对不对 柴山上面能够滚一个什么很大的石头下来的话 有谁敢去挡他 不要说怪手 不要说什么围墙去挡他 我想一个国家 碰到一个很大的石头滚下来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挡得了他 所以散战者的所创造的事是什么样的事 就是这种在山上可以滚一块大石头下来 没有任何人可以挡的这样的石头 谁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大石出来 是吧 所以我找来找去 最近最有名的最好的一个名字是 中国道路现在推的一带一路 他真的创造出一种 千日子山上面一个石头滚下来的石 连美国都靠边站 美国现在变成孤家寡人 只有一个日本在旁边护卫着他 对不对 你看美国全世界超强 居然创造出一种事把它晾在一旁了 看到没 这是怎么大的一种局势呢 这个策略太了不起了 创造出一种事何其险峻 可是他不是只会喊口号喊一带一路 他真的具体去行动了 而且很快 你看3月那个时候英国3月22号 率先加入到亚投行去以后 你看一路过来到4月 现在才5月初 他立刻去跟巴基斯坦已经签好合约了 习近平去了 那立刻你看这两天又到俄罗斯去 还要跟拜访阿沙克 还要访白俄罗斯 通通都会一带一路再奔走 所以速度非常的快 充分显示出顺子兵法所讲的 事显结短 事何其显要 结何其短快 所以这个事能量就很快可以释放出来 大概以这样的速度进展的话 大概5年 未来的5年你大概整个局势就底定 局势一底定的话 他就变成亚欧的盟主了 可以号令亚欧 整个欧洲的经济会受他影响 那他可以成为所有的未发展国家当中的一个 可以号令天下的一个盟主 如果情势是这样发展的话 那其实他也不用理台湾了 在这种情况下 好吧 各位同学可以想想看 还没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平革 好 好 好